今天又吃香辣大虾 这个口味在我们家是怎么都吃不腻的 又香又辣的 十分鲜美 家常做法非常的简单 新鲜的大虾 加点白酒跟盐浸泡一会儿 我就不打算剔除虾线了 如果虾不新鲜 或者是你比较介意的话 也可以把虾线剔除掉 泡好的虾再用流动的水冲洗几遍 就非常干净了 沥干水分备用 锅烧热之后再倒油 转动锅生 烂锅生每一处都吃到油 养成这个小习惯 铁锅会越来越好用 越油润 把大虾倒进去 稍微翻炒几下 就加入姜丝 蒜末 还有小米辣一起炒 炒出蒜香味跟辣味之后 沿着锅边来半圈的料酒去腥 还有一圈的生抽 蚝油也要来一点 再放一点白糖可以提鲜 翻炒了几下之后 我发现好像忘记放盐了 赶紧补了点盐进去 把调味料搅散之后 最后出锅之前冲断放进来 再来一点点鸡精调味 炒匀就可以出锅了 你们看我真的放了很多葱的 因为这里面的葱 真的很好吃很下饭 做法真的很简单 也不用处理瞎虚瞎馅 轻轻松松不到十分钟 就能搞定一道大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